最高度可能有二三十米有吧 老巨山当下地貌的美景 有两条飞拉达 飞拉达是意大利文的音译 续岩壁探险或铁道续攀增的意思 好可怕 不要往下看就好了 我们选择全长两百八十公尺 垂直高度七十八公尺 老人小孩都适合的路线 上这天梯感觉还挺不赖的 虽然这梯子还是有点晃 往下看确实有那么一点惊心动魄 不过不怕 因为真的是挺安全的 走,继续走 蛮好玩的 虽然下面看起来挺可怕的 哇,再走几步 咱们就到了制高点 整个过程当中 咱们很像螃蟹在走路 因为都是横着走 冬奥湾最北边的屋檐角 近隶冬奥林 矗立在海上 因从步路走难以到达 走海路又好比例 所以来此的游客不多 而成为一处能静静享受的海角乐园 上的时候 其实会沿着这个这个凹槽 好 踩完以后 刷完就看 好,OK,好 好,小心落石哦 由于这里的地局为便局 把岩区属于脆落的片岩 所以攀爬虚常有片状的石块散落 加添了攀登乌岩角的难度 其实每次在攀岩过程当中 越去在意这些高度的问题 就容易啊,绝对会停上 在攀爬的过程当中 你的眼睛不断地是看着上方 一步一步地往上爬 那就是自己爬的赌道那种 帮你回头看一看后面 哇 你真的会有一种成就感 哇,吓死我了 我在中央山脉 最北关 这个天坑大概一百七十米 天呐,一百七十米 换算一下五十几层楼来形容 这么高 差不多 是 完蛋了 我觉得我脚有点在发抖了 天坑的标准是只有三面以上的岩壁 从地底通往意念 平均宽度及深度均大于一百公尺 教练 不要紧 不要紧,教练可以了 我那样我就靠你了 不要紧 你就相信这个设备 相信这个就可以了 有,我跟你讲 我从以前到现在就是相信专业两次 好 我相信你们是专业的 好吧,那咱们就出发 目前有许多探动专家 用塑匠这种专业技术 来探索天坑中的秘密 好 这个身体有紧哦 对 对 比如说这是两个保险衣 这个一个 好,OK,好 塑匠的行前准备 非常繁琐 架设时的绳索 线路安排 都是需要再三评估 才能确保塑匠者的安全 现在已经开始塑匠了 那今天保证的是一百七十米 看看这个高度 哇,吓人的天真 这次的四降体验 花费时间大约是十到十五分钟 从山顶 缓速往下 看到的景色变化万千 踏匠及棋、熊、秀、鎂、鱼 一体的天然奇景 在地球上已经存在 六千五百万人了 很棒的体验 有机会来到的亭坑 试者用不一样的方式来感受它 脚踏虚地的感觉真好 脚踏虚地的感觉真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